作为复仇之力唯一的神 雷神索尔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他手持暴风战斧霸气出场 以雷霆之时打出爆炸性伤害 就连六宝石的灭霸也不是他的对手 可如今他却被 火焰巨人大罗斯给扎了起来 原来自从傲创事件之后 索尔为了找到阻止诸神黄昏的办法 他踏遍了宇宙的每个角落 可都没有任何收获 如今他来到大罗斯的地盘 两人交谈中 索尔得知 当大罗斯的王冠沐浴永恒之火 就是引发出神黄昏的关键 为了拯救阿斯加德 他必须在这里阻止对方 就在大罗斯准备处决索尔时 他立即召来雷神之锤 并瞬间振脱铁链的束缚 面对数不尽的小杂兵 索尔直接就是一套乱披风锤法 再接一招人锤分离形成领域技能 最后再来一招以雷霆击碎黑暗 瞬间清理全场 大罗斯立即释放火焰攻击 索尔见状不躲不闪正面应接 没有永恒之火的大罗斯 根本不是索尔的对手 一套连招打的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索尔一锤交下了大罗斯的王冠 随后他背上王冠 准备召唤彩虹桥回到阿斯加德 却迟迟得不到海姆达尔的会议 忽然这是一只火龙破土而出 索尔轻松一招交对方怎么做一脚好龙 可小杂兵越来越多 索尔无奈拿起锤子跑路 就在他要被巨龙一口吞电时 彩虹桥及时降下 索尔成功回到了阿斯加德 可现在的阿斯加德早已变了呀 海姆达尔成了汉毒被奥丁驱逐 彩虹桥守护者也变成了屠夫 更奇怪的是 神殿的门口居然立着一座洛基的雕像 而众神之王的奥丁 居然不顾正物而沉迷于玩了 看着一反常态的奥丁 索尔瞬间看穿了一切 他只是律师小记就让洛基献出了真身 在索尔的逼问下 及脚下出现了一个金色光圈 随着洛基的消失 一张名片出现在索尔眼前 根据名片的只是找到了奇异博士 博士也是尽了一番地主之意 不光给索尔安排了真皮座椅 而且还有无限续杯的扎品 从这以后索尔就爱上了这个味道 在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博士很乐意帮忙 他举下索尔的一根头发 一番双手结印过后 成功找到奥丁的位置 临走前 索尔问博士洛基在哪里 只见他单手一晃 洛基生气地掏出捅圣刀 就要和卷夫来一场法师之间的战斗 博士大手一挥 便把两人送到了奥丁面前 奥丁告诉两人 他们的姐姐死亡女神海拉即将出现 真正的诸神黄昏就要到来 而她大陷将至 只能靠他们兄弟二人保护阿斯加德 说完 奥丁就化作点点金光飘向远方 索尔他们还来不及悲伤 忽然后方一团绿色光雾凭空出现 索尔两人赶紧变身准备营宜 从浴光中走出来的女人正是他们的姐姐 死亡女神海拉 海拉见到索尔两人后 开口就让他们跪下并沉浮于自己 索尔想着我爹都没这么跟我说过话 你算老几啊 一锤子就扔了过去 可万万没想到海拉竟轻松接住了锤子 Darling You have no idea what'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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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no idea how someone who 扰了什么 我来个人さん的船